哈喽哈喽我来咯 这个可可奶茶的教程给你们安排上 它一套是有10个颜色 里面是有巧克力色还有奶茶色的感觉组成的 每一瓶胶是15毫升 然后它这个胶呢饱和度也是非常高的 一笔上色 像这种巧克力色还有发黑的颜色 我们都是要薄一点涂着就可以 小指和中指呢我涂的是一个巧克力色 好像是6号色 然后呢这个无名指和食指 我就搭配了一个8号色的这个奶茶色的感觉 这个胶的饱和度特别实啊 就是说我们手上的一变颜色 然后我们整体再来上一下第二遍 第二遍就是增加它的饱和度 让这个颜色看着更饱满一些 无名指我就用这个巧克力色 去搭配了一个这个小爆点的感觉 画这个爆点没有什么技巧 然后你就手抖一点 画出来都会自然一些 越随意越好看吧 这个爆点就是 然后食指呢我还是用到的这个巧克力色 去换了一个这种法式的感觉 这个巧克力色搭配奶茶色 它们两个在一起的颜色感觉真的是绝美啊 特别显白 小手指和中指上面我却搭配了一个这个古铜色的魔镜粉 你怕蹭不起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这个睫毛的胶带 然后给它隔一下 然后这样你蹭粉的时候它就比较齐 蹭好粉之后呢 我们就整体给它加固封层 这一个款式就完成啦 既简单又好看又特别显白 这两个颜色搭在一起 我给你们讲啊特别好看 可可奶茶呢 它一套是十个颜色 应该是一年四季都比较常用的颜色 四版是帮大家做好的 下方小黄车里面有喜欢的宝贝自己去拍吧 下方小黄车里面有什么样的